愛情不用負責任 張立東失言慘遭抨擊 他們這些男生真的 我就覺得好不負責任喔 然後就每次講到他們的 星座的特色他們就說 他們不是這樣子的 OK 那都是個解釋啊 然後原因就是 因為這女的不是她的最愛 不是妳的最愛 妳幹嘛跟我交往 是啊 那不是很容易嗎 愛情是需要練習的嘛 對不對 練習的遊戲 妳幹嘛講這個啦 張立東這樣 太可惡了 她是大多愛吧 竟連人情何宇文也不放過 碰到這種搞曖昧的男生 的話要如何對付他們 要搞大家來搞啊 對不對 我老公就是天蠍座 那天啊 我就是我們唱歌 剛好有納豆 他就說為什麼會有納豆 你怎麼可能會跟他很熟 因為你是年輕掛 我們這種你是媽媽 然後他就說也很難說 納豆也有可能會喜歡媽媽 他就表示你 天蠍座多疑嘛 所以你剛剛這種動作 其實等於是 你比他更搞曖昧的時候 他會更珍惜 就表示我還是受歡迎的 你晚上可以APP我一下 不要再害我 老實說 今天要說的是呢 我想大家看到我同樣帶著一個 摩羯 應該知道今天要幹嘛 今天就是大家最喜歡的星座系列 我們要教這個 所有的女生如何對付十二星座的男生 哎唷 哎唷 怎麼 你學那麼多幹嘛 我一定要學 對 一定要學 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都說星座星座好像只是個統計學 但是他就是有點準 OK 與十二星座男交往都要有不同的手段 今天我們請到了張克帆 鄧廣 張立東 三位男藝人 還有何宇文 陳立晴 李延謹 三位女藝人 與我們的星座天團們 一起來聊聊 而當然 今天還有我們的星座專家 王岐老師 來告訴我們 訓服十二星座男的方法 張立東 那介紹一下你們有一個新的戲劇 對對對 我們的一個舞台劇 叫做搞笑者們2.0 然後在去年我們第一版已經 就是全數售票 然後滿座 然後今年呢2.0 而且是全新的劇本 在4月24號開始在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然後一連有17場的演出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就 就一些不同的面向來討論一下 十二星座男生 首先呢我們要講說這個 男生的地雷 所以先問一下我們之前的女生 你們覺得跟哪個星座男生交往 是很可怕的 因為我現在結婚了嘛 那我老公是叫我來錄節目之前 要講說我沒有交過男朋友 其他男朋友 所以我因為 好可憐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講的都 接下來要講的話都是我朋友的經驗 這樣可以嗎 對 因為這樣才很尊重先生 你先生什麼星座 他天蠍座 所以你看 OK 就懂了嗎 所以你看這個是不是250 天蠍座的老公呢 他剛剛講那一堆 天蠍座聽起來會怎麼感覺 就是在講你自己的故事 是不是 我示範給你 來 我是何宇 請問一下可以聊一下 你過去交往男朋友的星座 你覺得最可怕的 其實我結婚前 沒有認識一些男生 可是都是很淺淺的認識而已 我真正交往就是我先生 但是呢 但是我有一個很好的女朋友 她交過一個很特別的星座 那真的是全身都是地雷 正確 這樣就把事情 撇得一剛二進來 好厲害喔 你不虧雙語座耶 更厲害喔 為什麼牙痛還會頭腦這麼清醒 牙痛沒有傷到腦神經 然後再講一次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我跟我其他男生都是淺淺的認識 只有跟我老公是深入的認識 深入 多深入 你要跟導播說從這一段開始播啊 總而言之 就是好啦 我有約會過啦 約會過其他男生 但只是約會嘛 約會也可以 對啊 那我自己覺得如果以約會來講 水瓶座不適合摩羯座 他們太 你知道人家星座專家有說 水瓶座是活在未來的 比如說像賈伯斯 好像就是水瓶座 敏感的地方 或是你要哭啊 他就會覺得說很恐怖 所以你是覺得水瓶 我覺得水瓶不是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交往 那立芹呢 我覺得是雙子耶 對啊 因為 為什麼 雙子就是 他要是跟你吵架 他就會拿你覺得重要的東西 來威脅你 譬如說我之前 我朋友啦 他跟一個雙子男交往過 沒關係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你老公不是貼切座 你可以講你自己 雙魚座不介意啦 結果 大家吵架的時候都還好 可是他會突然說 這個兔子 他知道我喜歡那個兔子 他送給我的寵物 他就說 這個兔子是我買送給你的 反正我們就是 都已經不合了嘛 那我覺得這個兔子 他就把兔子拿起來 然後往那個地上一摔 好可怕喔 對 從此那個兔子看到我 都嚇得跟什麼樣 我覺得好可怕 然後你再跟他講 就是說 如果你在 你再這麼做的話 我就是要跟你分手 他就會去撞牆 我覺得很可怕 他摔兔子 對 因為他知道 我很喜歡那個兔子 所以他傷害那個兔子 這樣應該會被告吧 會有不要摔兔子 你雙子座是嗎 我是雙子座 可是剛剛那是一個誤會 就是純粹是個個案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小動物 所以我不會拿 女生喜歡的東西來威脅 他也很喜歡小動物耶 真的 他就說回家 他就把你三杯兔肉 你跟人家吵架 或者會不會拿人家很重要的東西 威脅人家 你這個雙子 我不會 雙子 但我不會啊 而且我 吵架 我不喜歡吵架 好那你遇過 你真的踩到地雷的是什麼星座 我就金牛 金牛 就是有一次我們就是在 就是酒吧嘛 然後就是他的前女友 出現 然後但是我當時認為他是前女友 但是其實他們一直沒有分手 後來我才知道 然後就他的那個前女友的朋友 就開始罵他 然後他就非常的生氣 他就直接奔跑到外面去 然後就踹倒一排機車 然後就直接走人這樣子 所以你是覺得金牛很必要 金牛 依潔呢 像我覺得是雙魚座 因為我曾經遇過雙魚座 就是一哭二鬧三上吊 那我覺得非常恐怖 因為他 我發現他的簡訊裡面 有女生傳我愛你 我想你的這些訊息 然後我就跟他說要分手 就覺得這樣就不要再繼續 結果他跑到我家門口 來哭哭啼啼的 然後又下跪 跪在我家門口四五個小時 不走 然後之後我不原諒他 他還假裝割完要自殺 然後 少女最會來這一套了 對啊 然後我還是不... 什麼叫假裝 就拿著刀子一直不割 他就拿著 快快 快來阻止我 拿刀片 可是他只有割到破皮 也沒有流血這樣子 什麼意思 然後我還是不原諒他 你希望他流血嗎 是不希望 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做作 你不要來這一套 然後不原諒他 我上班上課 他還是出現在門口糾纏 是喔 對 然後我還是不原諒他 他還揚言要殺我全家 我覺得太可怕了 那是雙魚嗎 對 你其實老公不是雙魚嗎 老公雙魚 對啊 可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對啊 戶口爆錯了吧 雙魚很愛哭 可是我跟雙魚很難吵得起來 我也不能否認 有啦我們看那個得獎的時候都有哭 跟雙魚吵架很無聊 常常都是我們天秤一直唸 說唸啦啦一直唸 然後雙魚都沒有反應 好像針對牛彈琴喔 我不喜歡吵架 吵架覺得很無聊嘛 那我就聽他唸 反正他喜歡唸他要發洩嘛 那我就在那邊等啊 結束了嗎 超無聊 像有一次我們去吃鐵板燒 然後吃完 吃的時候 他送來一碗飯 結果那個飯是隔夜飯 我就心情很不好 因為我覺得 我今天去消費 然後去那邊吃 就是要得到好的服務 怎麼吃得出來是隔夜飯 對啊 那個飯環黃的 然後比較硬 它什麼都吃得出來 那個水啊 軟水 硬水 有沒有什麼成分在裡面 他都喝得出來 喝得出來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我說 你不覺得我們今天 特地來這邊吃東西 然後吃到隔夜飯 會覺得心情很不好嗎 他就說 下次不要去就好了 我說 可是這樣子我們 我們花這樣的錢 得到這樣的服務 他說不要管他就好 我就很氣 越講越火 他就很淡定就這樣 不要來就好了 我就 我就 氣到後來我就跟他說 這是不是你前女友開的店啊 不然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超氣的 老婆這樣歡了 你還不跟他吵 好像是蠻厲害 沒有 我最後真的受不了 我就大喊一聲 胡鬧 就這樣子 結束了 結果他就笑出來了 我生氣 他居然笑出來了 他就需要你陪他一起氣啊 太無聊了 不是啊 你看一個如果說 一個男人也學他一樣這樣 對啊 我覺得真的好難吃喔 這像話嗎 滿適合你的啊 對 就是他一起成抽筆 看嗎 我割完給你看 好 那所以乾脆直接問男生好了 你們直接講你們 你們的地雷好了 大豆仙 我 你有地雷嗎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你一直手伸進去摸什麼 我在摸著我心講話 你的地雷在乳頭是不是 我們在問地雷不是敏感帶啦 你在幹什麼啦 大鬥下次回答問題就好好回答 不要隨便亂摸啦 來 舅長哥 獅子座 最討厭情人翻舊帳 對 這是我的大地雷 有一次我到泰國去玩 因為跟女生交往之初 都會想要辦一個什麼國外旅遊 或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那時候剛在一起 還很甜蜜喔 大概一個多月喔 就是要去泰國玩 然後我還訂了那個 就是曼谷之行 那種五天四夜很OK 然後我是那時候訂的 應該是半島酒店 在河那邊這樣子 不錯吧 很棒 我告訴你 在下飛機的時候 準備要過河去Check-in的時候 他就說 你是第一次來嗎 開始囉 開始囉 陷阱題來了 這很重要啊 陷阱題 我說當然不是啊 我來過很多次 所以才能夠當你的導遊啊 對 你一個人來嗎 檢察官 那我就覺得 應該要說實話嘛 不是不是 我跟朋友一起來 是當時的女朋友嗎 對 糟了 解嗨啊 他就說 那這樣有什麼好玩 你都已經來玩過了 我直接就是走這個方向的 所以在那個 他那個河也沒有要過多久 大概 大概到上岸的時候 已經吵到不可開交了 我說不然現在要怎麼樣 我說那跟你 跟別人來過的地方 是不能住還是怎樣 他說 你找得到更舒服的地方 我說找不到 那 那我就生氣了 我說好 那這樣 你住舒服的地方 我去別的地方check in 結果他就住在半島囉 然後我就跑去那種 Downtown找那種很 快捷旅店那一種 有這種事啊 然後中間是他太幣花完了 才call我一下喔 那你們是一起要去happy嗎 就五天四夜 就是去那邊就已經吵班了 然後但是因為我 因為踩到我的地雷 我走的時候我自己很帥氣 我如果再看到你 我跟你戲 我就走了 後來回來就分手了 回來大概也沒有多久 獅子座討厭人家翻舊帳 翻舊帳很沒有意義不覺得嗎 還有在這種地方我覺得 會讓獅子座人沒有面子 因為我已經settle好 一個很完美浪漫的 然後沒有面子 阿福呢 我喔 我覺得像我跟他 我最不喜歡 有一次是因為小事情 那我到現在也忘記那件事 什麼事的那樣的小的事情 就會吵吵吵吵 吵到最後就說 不然怎麼樣 你現在要離婚嗎 離婚這兩個字就是我的地雷了 因為我覺得婚姻是很神聖的 對 不可以隨便結婚 也不可以隨便離婚 對 所以他吵架吵架 離婚你覺得好像要放棄嘛 對啊 可是只是因為一些小事情 他講講講 都說要離婚 那我就會很生氣啊 那你沒有氣到馬上去離婚嗎 沒有 我就跑出去外面跑步了 那處女座呢 我覺得是碰到那個 去質疑你過去的東西 就像說 你處女座就最喜歡質疑人家了 沒有 而且處女座最後翻舊帳了 我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很愛幫我整理家裡 然後呢 有一天她在整理家裡的時候 翻箱倒櫃 她找到一個我的鐵盒子 然後打開 應該是我們以前 就是我以前交過女朋友的那個 回憶嘛 因為處女座就是 就是很多裸造舊 不是 對 初遊的照片 初遊的照片 可是現在還有人在洗照片喔 有啊 所以是很久了很久了 紀念 就是可能國高中的時候那種東西 然後她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留這個 然後我就說 我念舊啊 我覺得這個是我過去的一部分 然後她就開始發神經 她就說 你為什麼 你還喜歡她嗎 我就說 我沒有啊 然後她開始質疑我的過去 然後就 因為有一個沙發 我那邊住的有一個沙發 是我一個前女友跟我一起買的 然後她 因為我們很誠實 我們就會跟她講 她就說 我現在連看到那個沙發 我都很討厭 我覺得 你坐在她上面 就好像你在睡她一樣 太誇張了 她就會開始神經病 然後開始旁邊有個音響 那個小喇叭也是 她連那個小喇叭都說 我現在感覺那個 就是她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會很尷尬 她就想要把那些東西都丟掉 她什麼星座的 她也是處女座 對嘛 處女座就是 處女座 剛好遇到對手而已嘛 對不對 OK 好 再來 我們直接請王啟老師 王啟老師 首先先幫十二星座男生講一下 這個前提就是 女生都彼此尊重男生面子的 狀況之下 我們如何和平相處 我們看一下 跟火象星座 牡羊獅子射手 應該怎麼和平相處呢 其實火象星座的人 喜歡比較直來直往 比較真誠的 不喜歡拐彎抹角的 其實像 所以張克牌的女朋友 直接跟他講 你不要帶我 你帶別人去過的地方 嗯 他要嘛就出國前直接講 對 我可能就去一些什麼 福爾西亞 綠島或者是蘭嶼 就不會到泰國了 沒有 也可以玩得很開心啊 對 其實你每一任女友都帶去泰國過 念舊 而且是半島酒店 我們問 我們也是要問 你喜歡去哪裡玩 泰國好像不錯 那我們就往那個方向 泰國飯店很多啊 誰知道問五個 有四個都講泰國話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大家真的要過去一點 如果你今天十八歲 交一個十八歲 你可以說我一定要去那個 你第一次帶我來的地方 但我們這個年齡在交朋友 哪裡沒去過啊 對啊 要去那種 絕對沒有帶人家去過的 欸就是因為 氣氛好 或者那個旅遊行程很棒 對不對 其他那些 對我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女生就是要聽好聽話 是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當時候就沒有這種功力 在那妹公和上面 就應該講 不管跟誰來最美的風景就是你 我就搞定了 對啊 解決了 我就不用去住那什麼快捷酒店了 真的 對 爛死了 好 我們看一下土象星座 金牛樹女摩羯要怎麼跟他們相處 納豆 其實他們比較務實一點 所以其實不要跟他們玩一些什麼 空洞啊 瘋癲的一些 最瘋癲就納豆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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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癲是屬在我的玩樂生活中 我當然是瘋癲 可是如果真的是女朋友 太瘋癲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承受 真的嗎 他對於感情還是蠻執著的 覺得不能瘋癲到 可是摩羯座這真的是 什麼叫 務實 空洞 不要空洞瘋癲 什麼對他們來講叫空洞瘋癲 你知道我們雙魚座是很 瘋癲 很空洞 對 我們是很空洞的 很空洞 土象星座都很務實 很在乎他每一次花出去的任何的錢 或付出的任何東西 簡稱小氣 就是 務實 有價值的 對 所謂瘋癲其實可能會做一些比較 異於他們 就是他們邏輯裡面以外的 比如說水瓶座的 天瓶座還有一些 風向星座的人其實 比較誇張的一些行為 或買一些比較誇張的東西 這種東西對他們來講是一種 超乎他們所謂的 理性務實邏輯裡面的思考範圍裡面 那空洞的話就是 像剛剛 雙魚座 或是水象星座 講一些 比較 曖昧 不切實際的 其實 可能你繞了一大圈 可能就是可能只要跟他說 我想要這個生日禮物 可是 你拐我抹角講了一大堆 然後最後其實 其實摩羯座其實不愛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也不用講什麼未來 什麼所謂理想什麼 做就對了 可是摩羯座很會算 對他會精算 我記得風向星座 或水象星座會突然說 我們今天改變行程去吃那個 對啊 就是要這樣才有樂趣 沒有錯 他就是這個樣子 我超討厭 就是摩羯座不喜歡 我們今天去泡溫泉 我們今天現在去泡溫泉 現在去 對 而且是晚上12點 他說現在去泡溫泉 那摩羯座不行的 就是會覺得 你改我的行程我不要 然後突然做什麼 或是說 你送一個 像我覺得雙魚座的 或是水象星座 會送一個很浪漫 但不實用的東西 我記得以前 有個追我的男生 好像就是水象星座 他送一個木雕 是很漂亮的 我會跟他說 我不要擺在那邊的東西 我要可以用的東西 不是價錢的問題 他送你包衛生紙 我告訴你 我還覺得比較好 我真的會覺得比較好 我真的會覺得比較好 就我不要那個擺飾 好 我不要擺飾 我會看到你 我會覺得很浪漫 因為我會覺得很浪漫 那是可以 有一個熱情 嗎 我會覺得很浪漫